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放在什么地方比较好 这样能行吗 这样过得有点歪啊 我准备录一个关于所动挡驾驶的视频 大概是昨天吧 有一个网友吧 就在那个后台跟我私信聊了好长时间 他说他刚刚拿到所动挡的驾照 然后问我所动挡驾驶的一个 这个一些技巧吧 我是2004年 我是2004年 2004年7月份拿到驾照的 然后这样满打满算的话 我的驾龄已经有16年半了 然后这么长的时间大概99%的时间 如果开的车的话都是手动挡的 这款车就是手动6挡的 我是属于那种极度喜欢开手动挡的人 我对自动挡是无感的 也不喜欢开自动挡 他和我聊的话 更多就是把这16年以来的话 我觉得对手动挡驾驶的话 这方面还是有一定的发言权啊 就是一些经验技巧 就像我之前发的一个视频 我说用连脚离合的一个老司机 降挡补油 这个的确是我的一个驾驶 整种挡的一个习惯 因为对我而言的话 虽然今天的汽车啊 就是尤其一张私家车 它那种那个变速 那种装置换挡的话 同步器这方面的 已经不需要连脚离合这个操作方式了 但是对我而言这是一种习惯 而且我总觉得这种驾驶方式的话 对于你的汽车的这种发动机啊 变速箱啊 只会有百利 无一害 就是肯定是有帮助的 对于你的变速箱的这种调校保养方面 我觉得是非常有帮助的 所以我这种习惯就一直保持着 而且我开车的方式 不是那种像国内我记得驾驾 你的教学方式就是那种车一动就加档 车一动就加档 所以当你这个车的搭到六档 一般都是五档嘛 到五档的时候 可能你的速度也就是五六十 就属于高档低速 我是恰恰相反 我喜欢低档高速 我一般就是一档 就是每一档的释放 都要把油门转速拉到大概三千转 两三千转两千五百转以上吧 因为我这是柴油车 柴油车的话和汽油车还不一样 汽油车的话 三千三千五都很正常 这个转速可以提升很快 但柴油车的话 相对来说那个转速空间就被压缩了 所以我的这个换档的话 都属于高档低档高速 这样带来的一个很多的优点 就是首先你的那种那个油门掌控感 就特别强 你的那个动力释放就比较完全 因为你任何的发动机曲线的话 都是一个上扬的嘛 然后保持一个平直 然后再降下来 所以它的健康转速总是在一个 一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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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合理的一个区间 一般就是在两千转以上 可能到五千转六千转以后 开始衰减一样的 所以我的驾驶方式就是 每一个挡进可能的 把这种动力释放 得到一个最佳的一个区间 这样的话带来的那个好处就是 你发动机燃烧肯定就比较彻底完全 不会容易形成鸡探 然后你在那个车上行驶的时候 你通过油门的增减 一个一个很轻缓的一个增减 就可以对你的车数 起到一个很好的控制 然后开手动档的那种那个 大的这个技巧的话 实际上就是熟能生巧 它和我聊的话 更多的是一个熟练程度的问题 它总是纠结在如何去在这个 离合和油门之间的一个加减的实际的问题 实际上这些细节的东西 更多是靠你个人的那种驾驶 在你的日常驾驶中慢慢的去体会的 而不是说和你说一加一等于二 这么简单的一个得出来的 你必须得经过慢慢的这种细心的体会 你才能感受到 我现在是通过聊的方式 我接下来的话 我准备把这个GoPro架在这 做一些实际的那个操作的那个解释 我觉得开手动档的话 最大的就是一个半年动这个离合点 你一定要熟练掌握 剩下的那种换档的平盛性的话 就是靠你日常生活中慢慢的去积累以后 你就逐渐的去就可以做的更好了 实际上对于换档平盛性的话 刚才说到的连脚离合也是有极大的帮助的 就是你开的越好的话 你越熟练的话 通过连脚离合 你几乎就可以把这种短位之间 那个变换的时候 那种动挫感 几乎可以消除的非常的顺滑吧 你就感受不到 这也是一个老司机和新司机之间的一个区别吧 然后就是一个半年动一定要 这个需要列 半年动就是你在台里合的时候 在这个零件结合点的时候 车的适动飞动的这种状态下的这种掌控感 你只要把这个点掌控感做好了以后 你就可以做到那种快速的那种那个启动 就是起步嘛 实际上对于新手 你最大的做到做不到的地方就是你起步太慢了 甚至一起步就熄火 这个恰恰就是因为你没有很好的把这种离合点 这种半年动的离合点掌控好 实际上你如果把半年动这个点掌握好的话 你在这个坡道上面你在这个坡道上面你是可以做到一个平衡的就是通过油门 通过油门和这个离合点这种半年动状态的话 你就可以起到一个前后的一个平衡状态 你不用刹车 我待会去找一个稍微有一个缓坡的斜面来做一个演示 包括这个频率的演示然后快速起步 好吧 我刚刚开到那个迪卡龙的停车场 这边空位比较多一些空间比较大一些 我准备录一个视频就关于手动场驾驶的一些基本技巧吧 也不叫什么技巧了 就是对于手动场驾驶的一个最大的新手来言的话 就是一个半年动的问题 可能现在大家都不是很熟 我想做一个实际的一个演示 我现在这个镜头架在我的这个分档旁边 对着我的这个方向盘还有这个下面 我不知道怎么能拍出来 我担心而且比较黑 咱们先做一个半年动在这个临界点的一个掌控感的问题 就是车子这种四动飞动 实际上你这个只要这个点掌控好了以后 油门一给的话车子就可以起步了 实际上基本原则就是慢台离合 还踩油门 实际上就把这个动作封起来了以后 如果你做成熟练的就把这个动作给加快 就可以做到一个快速起步嘛 然后能找到一个那边有一个稍微有一个坡 我们在这坡面上面做一个半年动和油门的一个配合 做到一个车子的一个静止状态 现在这个汽车呢都有这种坡道辅助功能 实际上也挺麻烦的 早期的话用手动挡的车就比较好演示 现在的那种坡面上只要你一踩刹车 它那个自动那个介入就起作用了 车子就自动刹车了嘛 但是还是可以做这个演示的 好现在就启动 咱们来做一个半年动起步 像我的这种这个车的话 现在都是自动启停的 手动挡的车自动启停 我现在的车还没打火啊 你要打火的话 你必须得踩离合 这个实际上是一个非常安全的 假设你不踩离合 你直接按这个这个自动启停的话 车的车子一打火 假设你的档位挂的挂的档的话 那车子不就串出去了吗 所以现在这个汽车设计的话 这个也是比较合合逻辑的哈 所以踩的离合 这就打火了 现在是空档状态 我把它挂上档 踩离合挂一档 然后我现在我这个油盟就不踩了 我现在就慢台离合 让车子开始动 现在我的车子 因为是自动锁定的 我车子现在是自动锁定的 如果我慢台离合的话 车子相当于手插 始终是拉大之类的 车子肯定会憋熄火 大家可以感受一下 车子就感觉要熄火了 我现在在慢台离合 车子开始有进了往前走了 但是我车子现在属于刹车状态 你必须得给油才能走 你看车子往前走了 有一个角度撇了一下 这个就是一个凝界点 我现在要给点油 把这个自动刹车给解除掉 你看解除掉了 解除掉以后 我现在再给离合 现在这个就是一个状态 你看我脚 现在这个离合状态 踩下去 离合踩到底 然后在这个状态 我现在也不知道该怎么解释了 现在就松掉 就是在这个离合凝界点的时候 大家只要控制好那个点 然后你一释放一给油 车子就走了 我可能没办法 把这个操作的自动要领给叙述出来 咱们到一个平地 然后做一个 相对来说快一点的起步动作 还是怎么着 然后我踩下去 这个车只要一踩刹车的话 那个自动刹车功能 就像out hold 功能就启动了 然后慢台离合 还给油 你能感受到人家车都动了 这就是一个凝界点 所以这个点一定要控制好 你这个左脚在这个点的时候就控制好 然后油门给大一点 一松 就是这样的一个状态 找到一个缓坡 这边有一个缓坡 在缓坡上面 这边的半年动是最明显的 现在我的车子在这个缓坡上 大家感受一下 我如果现在的车子在 我现在挂着一档 然后泥河踩到底 马上车子要后退了 你看 车子现在开始后退了 我现在开始给油 好 现在到了 这个就是凝界点 现在在鞋面上已经静止下来了 我这要不给油 车子就开始后退 在这个铺面上念这个半年动是最合理的 你用左脚这个点来控制 现在就静止在这 我左脚会抖动 然后油门给大一点 然后脚释放 车子就起步了 我可能叙述的非常的没有什么调理 这种东西啊 主要还是靠自己去感受去念 很多时候这种东西只能意味 不能言传 我没办法把它说的非常的那种 很有调理性 像这个下坡不存在了 现在是下坡状态 主要就是你自己在平地上 和稍微有个缓坡上进行念 实际上这个坡太缓了 要找一个大一点的坡的话 那就更加的明显了 我主要就是想表达什么呢 就是你自己去感受 这个半年动这种状态 我觉得一个 一个手动挡的驾驶的 这种新手和老手之间的区别 主要就是在游离配合这一块 你只要把这个半年动这个点 能很精准的掌握好 你在这个点的话 就相当于慢台离合 缓踩油门 把这个动作做快了以后 衔接的更快了以后 那你这个换挡的那种平顺性就做到了 然后那个快速起步也做到了 我现在做一个快速起步 然后连角离合这个优势就体现出来了 你看现在这个连角离合换二档 你的档位换的越快 你的档位换的越快 你这个平顺性就就越好 实际上容易串动 串动的是在低档 档位越高以后 这种串动这种力量感就消失了 这边又是平地了 这边又是平地了 仗一档 仗一档轰个油门 那我就走了 这边人来人往的了 今天的工作日 好了 那我这个视频就录到这儿了 你自己如果对手动脑感兴趣的话 我相信他应该是能理解的 对于新手爱演员的话 自己就是自己慢慢去练去琢磨吧 找一块平地 还有这种泼面的道路上 去感受这个半连洞离合点 然后你自己开的快 想开快像这种 现在我要刹车进来一个 像一般人这个时候就要大脚了 个净油门了在欧洲开车 眼角离合 眼角离合 这是我的习惯 你可以不需要把这个动作给省掉 对我来言的话 这是一个 这是一个很好的习惯 因为你只要快速的到你的高档以后 进行巡航了 你就把这动作给释放掉了 也就不存在了 定速巡航就设定上了 这边好多车啊 到了4S店的聚集区了 两边都是4S店 谢谢 谢谢 谢谢